男子为了理想放弃农村女友 却总是被命运捉弄 最后落了一场空 本期里哥带来电影《人生》 在大西北的广袤徒弟上 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着辛勤劳作的农民 与之相比之下 农户高价的儿子高嘉玲 就多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身为知识分子的他 在镇上当了三年的教师 本来还有妄想更高处进发 可人家大队长高明楼的儿子 才刚刚高中毕业 就直接顶替了他的位置 这令嘉玲又是气愤又是无助 而同样无助的还有他的父母 哪怕儿子受到了不公 可任凭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去跟高明楼讲理 生怕被穿了小鞋 毕竟一家人现在还都指望着农田生活 而不得已抛下笔墨的嘉玲 最后也只能满心愤满地拿起了出头 向命运低下了不去的头颅 实际上同村的巧珍一直在暗恋着嘉玲 他的家境在当神龄年代已经属于优惑 可一字不识的他始终不敢对嘉玲 说出自己的心意 生怕嘉玲会瞧不起自己的文化水平 此外村子里家境也不错的马栓 也一直喜欢着巧珍 他三番五次的去到了巧珍家里提亲 但屡次都被巧珍以借口躲避 只因他对马栓并不来电 一心只有嘉玲 一天嘉玲的父亲担心他在田地里吃不了苦 便让他去镇上卖白膜 在这里他偶遇了老同学亚平和柯南 两人是一对狼才女貌的恋人 寒暄的过程中 嘉玲得知 近来年少有为的柯南 才刚刚在单位升上了副主任 前途可谓是长量无比 而本舅出生于干部家庭的亚平 虽说目前还在广播站工作 但晋升空间也很大 千许是感受到了身份的差异 谈话间自尊心强的嘉玲 脸上明显闪过了一丝不快 最后三人也只能尴尬道别 随后嘉玲还遇上了地方劳动局的副局 马战胜 他跟高明楼交情甚好 他儿子之所以能够顶替嘉玲的职位 说来也有几分马战胜的功劳 但碍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勉 马战胜还是心照不宣的 跟嘉玲客套了几句 对此嘉玲心中也是憋屈得很 道别马战胜后 趁着好不容易进到这里的功夫 嘉玲还特地去了趟报社读刊 刊物里面的一线城市的美景与繁荣 令嘉玲无比向往 显然心比天高的他并不满足于 一辈子就待在这个黄土飞扬的贫瘠之地 就这样瞎忙活了一脚伤 嘉玲连一个白膜也没能卖出 心中还陡增了几分郁闷 好在他恰巧遇见了同样上阵感激的乔珍 而乔珍也知道 他是碍于面子 没敢叫卖 便主动提出要帮他卖磨 便很快就把他一箩筐的白膜给卖了出去 之后两人结伴回村 在路上乔珍鼓起勇气 对嘉玲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对此嘉玲既没有当面同意 也没有拒绝 可他心里却明白得很 他清楚乔珍的文化水平低下 他生怕若是跟他结合 那自己一辈子都只能被拴在这片土地上了 这是他完全不愿妥协的 可即便如此 兴许是情窦初开的际遇 令家里乱了兴许 他到底还是忍不住动了心 便与巧真在某天晚上正式确定了关系 没过多久 两人的恋情就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 但巧真的父亲 却说什么也不通意两个人恋爱 毕竟门当户队在当时那个年代 可以说是几乎必备的条件 但这也丝毫没有减退 两人想要在一起的决心 直至一日 被转到地方劳动局当局长的嘉玲亲书 一锦还乡 身为副局的马战胜和高明楼顿时就慌了神 因为他俩都担心 先前给嘉玲穿小鞋的事 被他书发现并怪罪到自己的头上 便想办法给他安排进了城里的通讯单位当干事 正是这一次嘉玲身份上的巨变 也让他跟一直在村里等他的巧真逐渐疏远 因为同属一个单位 所以嘉玲和亚平的接触很是亲密 而两人的支持并向上的确非常投机 实际上自学生时代时 亚平就一直暗恋着嘉玲 而他对于柯南虽说并无反感 但是两人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亚平的父母粗成 这就导致了亚平对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再加之他的父亲即将要被调回故乡工作了 他也必须要跟着回去 但他又害怕可能跟嘉玲再也见不到面了 于是他便在某天鼓起勇气 向嘉玲写信道出了自己的心意 甚至在信中他还提到了嘉玲是一个可诉之才 若是跟自己回到大城市老家的话 必然能够得到更多的机遇 对此嘉玲说不心动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能去到大城市里打拼 这可是他一直以来都梦寐以求的愿望 就在他陷入纠结之际 一天乔真来城里看望他了 刚走进嘉玲的单位 这个见识并不多的女孩 便一直东看感西望望 打心底里在为嘉玲能够来到这种好地方工作 而感到欣喜 在进到嘉玲的宿舍后 见到嘉玲胆薄的被子 乔真还提出要回村把狗皮褥子带给他 嘴上无不透露着对嘉玲的关心 然而嘉玲却嫌弃狗皮褥子太丢人 便回绝了他 有些尴尬的乔真 只好跟嘉玲聊起了最近村里发生的事 只不过嘉玲却有些冷漠 好似并不关心这些琐事 临别时嘉玲送给了他一块红色头巾 回村后因察觉到今天嘉玲对自己的冷淡 于是乔真便拜托起了上过学的妹妹教自己识字 当然对于这些嘉玲肯定是不知道的 他现在的思绪依然都被亚萍打乱 脑中一直在做着乔真跟亚萍的选择题 其实他也知道他跟乔真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亚萍也说他满身才气 然而乔真却只有一身尘土 他俩指定不能幸福 兴许是受到亚萍的煽风点火所影响 亦或者是满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 终于嘉玲还是选择了亚萍 就在他准备跟乔真提出分手的那天 并不知情的乔真 头上还戴着那块红色头巾 自行车的后座上还放着狗皮褥子 身上还戴着一张保存完好 但自己笨拙地写满了高嘉玲的纸张 然而最后 等待他的却不是嘉玲的欣喜 而是一个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 他迎面走向了嘉玲 但嘉玲却跟他渐行渐远 世间的荒诞之事或许莫过于此 而嘉玲望着他伤心离去的背影 心中亦是无畏杂臣 可最终他还是狠下了心 就这样从乔真的世界里路过 被与亚萍去到了他的故乡 在他父亲的帮助下成为了一名记者 但看似前路风光的他 却忽略了还有人一直在记恨着他 那就是克南和他的家人 为了能让陷入情商的儿子好受一些 他的母亲便写信 向上级揭发了嘉玲 走后门进入单位的事 导致回乡后的嘉玲 跟马战胜直接被撤销了职务 这令他瞬间就陷入了颓势 然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还是 此时的乔真也跟马战结婚了 到头来嘉玲的人生起起伏伏 终究还是落了个一场空 人生如其 既要落子无悔 亦要遵从路数 一步走错 慢盘皆输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 好高无远的人生 终将一成不变 甚至是坠入低谷 不焦不躁 始终才是人生正道 那么今天到周拉 我是立歌 愿做登展 照亮你心